今天是2月6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02分 A股终于红了 终于涨了 村里终于承认了有人在恶意做空 那A股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迎来了一个历史的底部 2635会不会在这个位置 打造出一个强势的大底 创业板的涨幅现在已经达到了三个点 那么怎么看 还有就是大权重方向 银行证券出现异动 出现明显的护盘动作 那银行证券 包括中市头这些大权重方向 能不能去参与呢 有人跟我说银行我不敢去的 我怕它补跌 那到底会不会补跌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这些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对于昨天晚上的村里的这个动作 确实是让人感到意外 大家一直都在说A股下跌的原因 是因为有人在做空 甚至有人在恶意做空 但是上面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 昨天晚上村里终于给了一些明确的信号 所以A股在出现60跌以后 这里迎来了反击迎来了反弹 但是这个反击反弹的话明显的 创业板包括这个深圳要强一些 科创板都强一些 只要上证偏弱 那这里可以理解 毕竟创业板跌的比较凶 跌的比较惨 好 那从市场的节奏来看 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低 其实 给大家说一个事 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A股这一轮下跌的元凶原因是什么 现在大家心里都明白了 就是转融通 对吧 转融通导致了大股东的这个票借出去了 转融通导致了这个基金的票借出去了 转融通导致了一些什么 ETF持股的这些票借出去了 所以最关键原因是空方力量太强大 空方力量太强大 然后子弹在是吧 源源不断的增援 所以导致A股杀跌 哪怕理由什么有利好 哪怕理由多头的一个增援 然后有国家的护盘 他还是会把你打的丢过去讲对不对 从昨天到今天发现的信息来看 出现了一些传闻 这些传闻如果是现实的 如果是什么是真实存在的 A股在这个位置迎来大反 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么这个传闻是什么 就是传闻上面说限制了股指期货开单 这个他没有明说 但是可能内部已经有一些信息在出现 如果真的是限制的股指期货开单 你想想股指期货的空单开不了了 那么如果你是什么是融券去砸盘的话 那么你砸不下来的话 资金就是多方在一在一兜底的话 你很有可能得不偿失票亏了钱 但是在股指期货市场不能开空单的话 你这个是吧 你这个赚不到钱呢 所以空头他就会什么 他就会有所怀疑有所疑虑 再加上 从你说严厉打击恶意做空 所以也不想在风口上去什么 去顶峰作案 所以我觉得这里会形成一个缓冲期 朋友们在A股下跌的过程中 可能会形成一个缓冲期 有机会迎来一个什么 触底反弹或者说超跌反弹 但是这个触底反弹 超跌反弹那就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机会 就是大家一个什么重仓减仓的机会 就有些大家重仓了 有些是满仓了 有些是这个佣资加杠杠 满舱了 随着这几天连续的下跌 那很有可能面临着一个平仓的风险 面临着一个爆仓的风险 所以你要借这个机会反弹反高的 反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什么 去做一个减仓的动作 把你的仓位尽量的降下来 把这个风险降下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这个行情 说真的技术分析已经失效了 唯一能够对大黄形成影响的 就是高层如何出招了 是吧 高层出招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借高层出招 完成你的账户 或者说你的窗位的一个管理 尽量的活下去 因为只有活下去你才有机会 后面哪怕涨上天的 你才能够有什么 有回本的机会 你现在一旦爆仓了 那后面哪怕涨了3000点 涨了3500 涨了4000点 都跟你没关系的 这个实在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反弹的概率还是偏高的 尤其是你看今天创业把涨幅是比较大 昨天放量上涨 今天涨幅已经达了三个多点 那很多会说呢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情况 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仔细看 今天目前涨幅最好的 就是送转前圈涨了7 6个点 接下来就是同核算漂亮100 国家大基金持股 还有就是像减肥要这些 其实你仔细看的话 刚刚大盘在拉伸的过程中 只有两三个板块是红盘的 就是证券加银行 那么你看证券的话 倒盘也是一度打了一个低点 对不对 那么直接就是低开高走 目前证券板块整体的涨幅不是很大 只有一个多点 但是你会发现 证券板块一些人气票又开始回暖了 什么意思 证券板块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它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低位 就是一个低位 但是这个低位随着 A股的这一轮持续杀跌 所以也把它打了一个什么 打了一个低点去了 很多人尤其在这个位置 抄底的低息的就是说 证券跌下去了 我已经亏了5个点了 我已经套个10个点了 怎么办要不要割入 在这个位置你去割入 你觉得你觉得靠谱吗 是吧 我说了很多回 不管你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去割入都不靠谱 你想要割入的话 那我说白了 你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什么 就是不加杠杆 就是躺去躺平 等它反弹反弹 反弹反弹这个位置 反弹这个位置 我们再考虑出货 再考虑检查 这节奏这策略就对了 反正就只有一个字躺 没其他方法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割掉肉了 割掉肉了 它有反弹拉起来 你怎么办 你又去追吗 这个明显不靠谱对不对 所以证券板块 在接下来行情当中 大盘要启示的话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气最旺的是它 则证券涨了 大盘才会反对不对 你看以前银行在时间拉时间拉 大盘起来没起不来 只在证券一拉大盘就起来 我们看个股的话 今天的证券板块个股是属于一个 普涨的状态 当然后排还有一些票是属于跌幅比较大的 比如说国盛金控 华欣的中银哈头旺 这些主要是原因还是前期 他们什么在涨对不对 你像中银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吧 中银的话在证券板块调整的时候 它在涨 所以这里毫无疑问就属于这种补跌的状态 补跌 那补跌结束后 那是不是会跟随上涨的 还有你看前排的 像西部证券黄连证券长江证券 这些就是属于轮动轮换 轮动轮换 凑一下就拉起来了 所以你不知道随时核心随时能同 对证券板块说真的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 它的拉伸的人气票都是在不停的转换 你可能觉得这个票是好票 但是它偏偏就不行 对不对 你当然提醒大家一个是 就是证券板块个股的话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去追高 你别看今天奇目证券一涨了 华链证券一拉起来了 就直接去追 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 保持一个谨慎 证券板块想要完成大逆转的话 大涨的话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 我在前期给大家讲过 批难涨停 就是至少有三五个小线涨停 或者说大权重放量大涨 中金中兴这些出去放量大涨 尤其是像中兴这种 它是不管你怎么不喜欢它 不管你怎么不抗它 它确实是行业龙头对不对 如果中兴证券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什么 放量的大阳线 你看如果它在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下暴涨的话 是不是会对整个证券板块形成形成支撑 拉起整个证券板块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炒股票炒股票 你不会以为这个票我不喜欢 我就觉得这个票不行 其实现在的事实是什么 资金喜欢的就是最好的对不对 中国的股市 哪知全世界股市都一样 都是资金推动型 都是资金推动型 没有资金啥都不是 你说的天花乱坠都没用 好 除了证券之外你看银行 对吧 银行板块在早盘的时候也是出现一个冲光红盘 现在大家看见没有银行板块发绿了 这就回到我刚开始的问题 有人问我说 哎呀 这个银行板块这段时间表现很强 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是死定的拉死定的护盘 很多票都已经拉到一个高位了 甚至像我们的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是这段时间不断创历史新高 那很多说那我还能参与吗 我不敢去 我怕高位接盘 如果是我的话 说真的我也不敢去 为什么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 银行板块他现在前期在这个位置 反正跌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去 我觉得没问题 只有一个字套 但是现在已经面临前高压力了 这个位置属于中间位 我说反弹也有现在已经获利了20% 这个低点进场的已经获利20% 当然 还有就是在前期在这个位置被套的 可能已经什么已经解套了 面临着获利盘和解套的压力 这个位置你再去参与的话 再去追高的话 明显的是面临着一些风险的 或者说一些相对来说一些大调整的风险的 这里有再给大家提一个行 这里就是属于我常常说的中间位 听拼近顶部压力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他拉起来我会考虑逢高减减减 而不是继续买买买 而不是继续加仓马仓 这个是大家应该注意的 不要去赌一下全部吃完 我们吃一段就可以了 银行板块的话 个股今天表现比较好的 就你看是吧 我刚才讲了我们的 国有大银行农业银行 再创历史新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该怎么去解读 这里给大家说个事 说个事 就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些银行 还是保持一个理性 保持一个解释 你必须说像是吧 北京银行 像中信银行 这些近期涨幅比较大的 都已经拉到高位了对不对 像这种银行的话 一旦调整下来 可能调整的幅度会相对偏大 一旦银行板块补跌的话 那么它这里出现连续的往下压的概率 还是偏高的 是吧 之前你在低位没进场了 高位再去追高银行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 不仅仅是北京银行 还有很多这种银行 你比如说中信银行 这段时间反弹也是比较好 包括我们其他一些银行 大银行 我刚才讲的四大行 中国银行 你看是吧 还有包括农业银行这些 其实它的位置都是相对出现高的 你看农业银行在找房的话 一度涨幅达到近两个点 现在的话你看掉下来了对不对 如果你在这个高位去追的话 在4块1附近追的话 现在估计是比较纠结的 所以朋友们 银行板块真正安全的位置 我觉得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60天均加仙峰值 就说它60天均加仙附近 就是大家值得重视和跟踪的一个位置 现在的话已经明显的偏离60天均加仙 所以不不排除它有补跌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还是大家要保持一个理性和谨慎 注意的 好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就是像中字头方向 近期也是直接的一个关注的调点 但是中字头方向这段时间杀的也是比较厉害 对吧 在昨天还有人跟我说欧阳中字头走出一个A字杀 那么A字杀以后 中字头会不会出现一个AN型的上涨 有没有这可能性我觉得有还很大 看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对吧 这里的话是属于一个低位 你要反弹概率是比较大的 中字头是因为前段时间国家 就是国制委提出了一个市值管理 我觉得这个是绝招是大庄 后面肯定还会发酵 很肯定还会有所动作 只不过在景期在短期 面临着大盘的一个压力 对面市场的一个压力 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踩 有些人会说哎呀回踩不就是机会吗对吧 有机会吧 这里的话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预期的 当然中字头的话 个股设计的面比较广 范围比较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看今天的中字头上涨的是中国稀土 涨停的 还有就是像中国长城 中乌高新 中财科技 中科商环 中国企业 哎 中国稀电 中国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我在近期一直抢劫大家要注意的几个方向 前面一段时间中字头上涨了 这个核心品种在基建方向 大基建方向 对不对 你看中国交键 中国铁建 包括中铁装备 那些表现比较好 但是在这里的话 这几天你发现没有明显的 就是科技方向加军工方向表现比较好 也是说中国 中筹里面的科技加军方向比较比较好 你像尤其是在这里的话 好几个都是属于军工系的对不对 我强劲了很多次 为什么一定要留意中筹头在军工系 其实现在大家心里都清楚 大家心里都明白 全世界都不太平静 全世界都不太稳定 所以对于军工来说 就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我觉得军工的方向 大家短期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军工还有一些分支 比如说像中传系这种方向的对不对 你说些中传系 大家看今天的中传系虽然说 目前还是属于下跌的一个绿盘 但是整体来说 中传系很多的一些个股 出现了一个什么 出现了一个底部信号 它已经跌不下去了 我说的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中国重工 像中国传博 你看这些中国动力对不对 这些走势都相对说 已经平稳了一些比较好了 整体来看 中传系也好 中传系也好 目前的走势是偏弱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保持谨慎 只要你不追高 只要你找一些核心 人期票 一些农场票去潜伏 等待拉升到高位的时候 再减仓 再出货 我觉得没有问题 现在行情下 跟大家说了很多回 只有 使自己现在的行情里面 活下去 后片你才有机会 不然的话 是吧 你的票如果是出现连续下跌 连续大跌 你有加拿杠杆很有可能爆仓 一旦爆了仓以后 你就什么血本乌龟 其实后面哪怕 给你找上去了 你也没有什么 也不关你的事 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